郭文貴議員 今天是國家防災日 這個重要的日子 是要提醒我們要記住 1999年的921大地震 更要做好防災的準備 今天全國各地的學校 都進行了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我參加過各式各樣的防災演練 不過 今天是我第一次參加我們特殊教育學校的演練 我看到我們各位同學 從接貨警報 就地掩蔽 到撤離來疏散地點 都表現得很棒 很冷靜 我要給大家比一個大大的讚 我們生活的臺灣 未處於地震帶 也常受到颱風的侵襲 但是 只要我們做好準備 就能夠因應災害的發生 保護好自己 也保護好我們的家人 我希望我們的防災教育 尤其是在我們特殊教育學校的防災教育 可以充分落實 這項任務做起來不簡單 需要更多的心思 更周全的規劃 我期許我們大家共同繼續努力 一起重視防災教育 讓學校成為防災校園 給孩子們最安全 最友善的學習環境 最後 我還是要再次感謝市長的用心 還有工作團隊的努力 還有各位同學今天的表現 真的很棒 謝謝 謝謝大家